哈囉 大家好情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One Piece Bounty Lash 那今天我們來玩一下別的沒有玩過的角色喔 不過因為怕會輸啦 所以這邊還是搭配了一隻 就是哲平有玩過的角色來繼續來排一下 那今天玩的就是我們這隻我們的這個... 該叫什麼他的名字呢 這隻是我們漆黑的影服啦 麵條戰士 大家好像都叫做這是影黑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影黑 因為他好像是會隱形的 然後可以不被別人發現 然後我們就可以就是去奪寶這樣子喔 那為了怕我會輸 所以旁邊放了一個攻擊手的這個紅髮 我們就要看一下我們這場 今天的這三場比賽能不能取得我們好成績 來先看一下我們第一場比賽囉 哇~~~ 好 我們第一把 來看一下我們這邊能不能取得我們好成績喔 我都不知道這些角色到底強不強啦 但是我們就看一下用的順不順手 喔 我忘記換那個了 白癡 完了 我現在還是換紅髮 我忘記換那個 換我們那個就是影黑了喔 好 沒事 可是這把的話感覺我應該也是蠻容易死的 喔 我們就直接先走了好不好 我們這隊也有影黑欸 有沒有看到 我先擺一下這個 我們這隊好像沒有那個欸 沒有就是那個 守衛者 所以我們就直接好好的那個 開開心弄一下 應該是ok的 嗨 寶貝 搞什麼鬼 唉唷 我們這邊婦女聯手欸 唉不是 這邊怎麼那麼快就把他玩啦 什麼鬼東西 什麼意思 唉這個 這個索隆是不是我們打他的時候他都會一直反擊啊 什麼鬼東西 對啊 這索隆我們打他的時候一直反擊欸 我們最近在打他的時候不是 都一直瘋狂被打到一個爛掉嘛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 麵條鬥士 先擺一下我們自己的 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 隱身的這個效果能不能開開心心 完了是這樣玩的嗎 呵呵呵 我不知道 哇 我直接被打到一個快爆炸 對面怎麼都那麼屌阿 不是阿 怎麼他們都在我們家裡面 是什麼意思 隱身 欸不是欸 什麼意思 全世界都死光啦 他們看不到我吧 他們是看不到我的 所以我們的二技能是讓我們可以隱身 OK 隱身 然後 我再走 再隱 喔 被顯現了 哇 被顯形了 但我覺得真意來說應該是還蠻好玩的 阿 我們家怎麼一直沒辦法多寶 完了 死定了 呵呵 太慘了吧 阿這凱多怎麼一直在這邊 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 完全沒有辦法躲欸 對面好強喔 我的天 沒有守衛者真的差很多欸 我的天 一定真的要一點點守衛者欸 不然真的很尷尬 欸 真的欸 他就一直反擊一直反擊欸 砍爛我們欸 好恐怖 我先躲這邊 剩下交給你們了 欸 幫一下幫一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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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住撐住撐住 撐住有機會 別死 別死 哇靠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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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哈 不行 欸 很難欸 我的天 不是這把對面也太會了吧 要了個咻 哇 好扯好扯 喔呦 哇 完蛋 沒事沒事 沒事的 沒事的 我們這一次的話再打一場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應該是蠻有機會 那個 哇 加油獎勵加40 好險 要不然我們就要扣到0分了 我覺得剛剛隱黑的話呢 我大概會晚一點點了 我們再玩一次 應該是可以直接 隱身 然後去偷襲 做一個偷襲 我覺得挺好玩的 其實我自己個人還是蠻喜歡玩奪寶角色的 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場 有沒有機會獲得我們的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場比賽 我自己個人還是蠻推薦 就是如果是新手朋友或是想要玩這款遊戲的朋友的話 是可以來嘗試玩一下奪寶角的 因為奪寶角的話基本上就是 打一點點觀念跟戰術的 他比較不需要跟別人硬碰硬的那種感覺 就是..就是.. 山老鼠那種感覺有沒有 就是偷油吃然後趕快滾一滾 然後趕快跑走的那種感覺 就沒有問題了喔 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這種類型的角色 好 走起 來 弄一下 可以 開把 那我就要去隱身了 那我就要去隱身了 STED 他們應該就看不到我了對不對 這個能夠持續多久啊 我其實蠻強的都知道了 欸沒了 哈哈 其實我們打架還蠻強的欸 很像個連續超人 掰掰 掰掰 苦戰 吃 呵呵 我很像在玩格鬥遊戲欸 隱黑真的蠻好玩的 我的天 來 隱身 滾 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 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 不干我的事 滾 滾 滾 哈哈哈哈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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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 跑到 呵呵 好你們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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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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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interesanteiya 牠們人不過來的時候 我們再隱身 然後走 馬上都沒死欸 看一下這個99喔 嘿嘿看不到我在哪裡吧 喔唷 欸欸欸欸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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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欸喔唷 喔跑喔 喔齁 跑喔跑喔 快快快一起一起 IJU 多 可以 嘿嘿嘿嘿 蠻好玩的這個角色 嗚呼 跑啊喔 欸 走了 啊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不要不要 我要被麻痺了 GG 但這邊的話我們應該是守得住吧 我們應該是守得住 中間那個也要守喔 那個兔兔在拔喔 沒事沒事 媽 完了 我覺得會出事 沒事沒事 嗚好險 蠻好玩的誒說真的 真的蠻好玩的 那我很想要玩看那個納梅誒 但是我納梅是不是沒有抽很滿啊 納梅好像也是可以隱身的 這個隱黑是真的不錯玩誒 嗯 就是可以做一個那種就是 偷襲的那種三老鼠打法 這蠻好玩的 來看一下我們最後一場 能不能再取得我們的好成績 GOGO LET'S GO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第三場比賽 週期週期 第三場比賽 來來來 這場對面也都是一堆新面孔誒 而且還有我們就是那個場景路 超猛的 我們這場居然還有那個誒 就是舊的紅髮還有那個小橘是不是 還是那個是 是那個男生 應該是小橘吧 來來來 我們身為一個奪寶者 就是要趕快搶散重要的據點 C點趕快給他拿起來 發 來 趕快 來 隱身 快跑 跑得快 跑得快 再見再見 我要奪爛他們 嘿嘿 線星 奪 再前往下一個 這是大家比賽奪寶速度 只是我們這邊沒有什麼守衛者的話也是蠻尷尬 因為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去踏點 你知道嗎 隱身 奪寶 偷偷一直拔一直拔一直拔 衝殺啦 滾 隱身 隱身 唉唷 我又被險情了 完了 哇 這很麻煩欸 我覺得 這個就算我奪了我也不是那個太有用處 但是還是大媽會比較優秀一點點 大媽的話 場景路 幹嘛 完了完了完了 被砍爛了 對啊 因為大媽他奪完之後 他就可以馬上切換成就是那個 防禦者 守衛者的這個狀態 但他會比較好的去就是 能夠就是去踏滿那個隔血量 有多的一些隔血量的話 真的是會差很多的各位 絕對差很多 滾 誒 太Lag了吧 還是我的問題 完蛋了各位 這個 這把有點誇張囉各位 哇 這個索隆直接砍爛我們耶 滾 開拔 這邊交給你了小橘 我要走了 正義的騎士 正義的勇者 我來啦 開拔 嘿嘿嘿 拔起來拔起來 都是我的臨地 完了完了完了 哇死定死定 完了被拔爛了 沒了 哇GG 確實可惜 但我覺得這隻角色真的還蠻好玩的 因為他領身的時候應該是不會被看到 然後你就可以打一個騎鞋的戰術 但是我覺得因為我們目前來說 我們另外一隻角色是那個啦 是那個攻擊手 如果能夠再有一個守衛者 能夠去幫忙踏點的話 應該會蠻舒服的喔 可惜可惜 那你們有玩過影黑嗎 那你覺得哲平這樣玩影黑是正確的選擇嗎 不是應該說不是正確的選擇 就是玩法是正確的嗎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於影黑的這個 玩法跟這個想法喔 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 那今天我們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歡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看看還有 reuni 我們就先玩到這邊 有BOX 我們在此打電話 我們在拍影片 我們會 unity 我們會不會再拍影片 我們有 Ecuador 我們為我們會不會再拍影片